我們今天要來打RTA 然後就用我們這個 剛抽到的這個水地獄符文跟風暴女來玩玩看 那這個符文我已經稍微配了一下 這個是水地獄符文的符文 我就配了一個猛攻跟集中 因為RTA他現在可以任意給符文 就是可以隨意給 然後就是就不用拆符文的錢那也比較好搭配 所以我之前被陰了一下 好像新抽到的魔靈符文還沒裝上去 所以我上一次我先試打了一場 我想說奇怪我的風極地已經跑贏了 為什麼沒有道理那個風暴女跟水符文被插隊啊 我現在拆了一套很快的符文給風暴女跟水符文 然後這個風極地 所以我給他一顆這個 就是水熊貓的4號 水熊貓的4號的那個抑制速度有31 對提趴速度 所以給他一個最快的4號符文 好啦我們來玩囉 這個 不過因為剛開始就是預選賽而已 所以對手可能實力會撐吃不齊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比較輕易的玩一下 那我就直接用一波流 這個風極地然後現在搭配水符人跟那個 嗯 我想一下喔 我覺得風暴女不用那麼早壓 因為應該不太容易選 我們選個火仙人 給個速度隊長喔 對火仙人的速度隊長 然後配上他的那個3技 可以吸狀態又可以退攻條 然後我們來個火神蜜跟暴女不用想 這樣的話我們就有雙消喔 就是風極地跟火仙人都可以消狀態 風極地可以拉條 火仙人可以退條 然後搭配暴女 就是 水符人配上那個火神蜜上毒 然後水符人破防 風暴女破防 風暴女再退條跟提速 不過我們現在被 不過我們現在被ban的風暴女啦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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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卡烏格這麼快啊 欸 我不會第一場就噴啦 哇 哇 欸 欸 有機會嗎 吸回來 哇 輸了輸了輸了 被他開到免疫喔 這個組合被開到免疫 基本上就不用完了 應該是吧 第一 今天第一場怎麼就遇到這麼快的卡烏格啊 而且 我有速度隊長吧 他 他的卡烏格這麼快喔 啊 他有可能他的卡烏格是裝那個啦 迅速的 因為我 是嗎 我不能肯定 不過他的卡烏格跑超快的 第一場就滑鐵盧 沒關係喔 我們再接再厲 好 第二場 我現在只是想要玩玩看 就是我們的新玩具 水夫人配風暴女而已 好啦 那我們 對啊 火線人士2的四書隊長沒有問題啊 唉唷 現在光暗都這麼隨便的嗎 如果 對方是一個正常等級的暗奧的話 那他應該會給暗奧一套超級超級快的符文喔 沒關係 我們還是先選這個組合 然後我現在想想看我第三隻要選誰 嗯 我現在想 需要 火神秘嗎 感覺不太好耶 還是 還是選 還是火神秘好了 就硬毒嗎 硬毒好嗎 嗯 想一下 好像暫時也沒有其他選擇 好啦 先選火神秘 然後 看他BAN誰我們再決定囉 我們先BAN 我覺得風馬蠻難處理 還是要BAN輸入隊長 呃 還是水仙人 讓他不能常駐免醫 算了 輸入隊長好了 BAN輸入隊長 我們輸入隊長也被BAN了喔 那就看我的風擊力到底跑得 夠不夠快囉 我的風擊力 190速應該沒有 加190應該沒什麼問題吧 在大家都沒有輸入隊長的狀況下 這次算是快的耶 因為我的5號跟6號速度還不夠快喔 不能上300速 好贏了 速度贏了 然後 然後 接下來崩爆女 退條 欸 加速退條喔 可以退到那個嗎 欸有有 有退到水仙人 然後接下來這個3技下去 先收一半 就先打個殘血 然後再來 唉唷唉唷唉唷 呃 如果我是他會打火神秘 對 但還好火神秘沒事喔 OK2技正確的選擇 接下來 火神秘3技 有沒有暈到 唉唷 恩 2技 再來再來 人到對面洞了喔 欸 欸他怎麼變身了 欸 他忘記囉 風馬如果開了2技之後 變身成人形的時候 2技是有一回合的CD喔 他一定忘記了 來我們收這個 隨仙人喔 然後再來一個2技 唉 贏了贏了 他為什麼要變啦 他應該不變 他應該不應該變啦 因為風馬的2技護盾 如果開下去的話 他變成人形之後 他的2技會有一回合的CD 就是他多一回合 他的2技變成風馬之後 2技才能使用 他應該沒有注意到這件事情 好 下一個對手 這個對手 喔 瘋蠻王啊 特別 一樣我們就先來風級地配水夫人喔 欸 大家光人都這麼隨便出的嗎 暗舞女 嗯 喔 這次想要打一個速度的一波流 我想一想 這一隊 這一隊 我覺得 應該要先ban水球才對吧 還是要ban 還是要ban水 水忍阿 我壓個速度隊長喔 我壓個水 水跌 33速速隊長 然後 我跟他拚速度 然後我們ban水球 因為水球是最大的不確定因素 好 這樣的話對面就沒有提挑角 重點是這樣子狀況沒有提挑角 對方的速度要非常非常快 我不相信他每一隻速度都可以這麼快 應該 應該 我應該至少風暴女可以插隊吧 我的速度贏了 哎呀 我風暴女還最快 那完全不用擔心了 對 我的速度全都贏他 然後 3G再隨便吸個弓條好了 雖然已經沒差了 不過對 稍微吸一下 然後2G 3G下去 結束了 我本來以為他速度超快 沒有沒有我速度贏了一點 我風暴女超級快喔 而且 其實剛才那個局 而且我符文沒配好 大家有發現嗎 剛剛我的風暴女是先動 我應該火仙人先動 我來改一下火仙人的符文喔 我的火仙人慢了一點點 因為剛剛如果對面有免疫的話 我就 我那個出手順序就噴了 好我改一下符文 好啦 現在這個速度應該沒問題喔 繼續 好啦 下一場 對方會選什麼呢 喔 水貓女 繼續一波 光小小 光貓貓 光貓 光貓女 會吸攻條喔 他該不會接下來出暗貓女吧 還真的暗貓女 他是貓貓組合 恩 這隊其實我要想一下喔 不是很確定怎麼處理比較好 應該我覺得 我們壓個這個 風神秘好了 有暈眩加退條 還有提條 然後我們ban那個暗貓女 因為他會反擊 還是ban速度隊長 ban速度隊長好了 OK好 應該可以吧 因為他的三隻貓很軟 然後這樣我有速度隊長 我有提條應該 應該是不會速度輸他吧 OK速度贏了沒有問題喔 然後退條嘛 對這個速度就對了 不過 不急得用三技喔 我們先用二技 因為現在 以免對方光仙女王 就是開技能 然後再來 這樣可以收掉多少隻呢 OK先收掉一隻水貓囉 好的 然後再來再來 火仙人吸個 有沒有 吸完結束 貓女雖然 其實貓女現在 就是這次的 二次覺醒之後 他變成是一隻 算是傷害性很強的角色 不過還是沒辦法 就是 改變他體質很軟這件事情 好 下一個 欸水沙漠 他也要打一波流 那我一定要手搶 封 極地喔 然後 是活人的一波流是不是 看看 唉唷 我覺得有一點危險耶 這種硬要打一波流的我反而比較沒有信心 其實 對我 我講過很多次喔 我對我的速度其實是一直是沒有那麼有信心的 我覺得 ban 水沙 或者是 火球 火球好了 我覺得火球可能很快喔 我ban激速快的 火仙人跑得過嗎 你們覺得呢 因為其實我最快的符文是封擊地喔 火仙人不一定跑得過 唉唷 唉唷 跑輸了 我是不是會被一波帶走啊 哇 還被暈到 哇 還直接被收掉 我覺得輸的八九不離遲喔 好啦 輸了輸了 這個水爹再怎麼樣強也沒有那個人蛋直接把他們全部收掉 好啦 炸一下意思意思 好啦 炸完認輸 我覺得可以認輸喔 唉唷 果然跑出對面了 我的火仙人要再快一點才行啦 我可能 下一次玩他的時候給他一套 第二塊的符文吧 如果還要玩這個組合的話 畢竟現階段我只是拿這個組合來玩一下 不然 我現在速度第二塊的 暗海盜嗎 還是我把暗海盜的符文 給他 還是 我們拉第二隻超級快的提條角 提條角 要嗎 我們把這個 我們把這個 暗海盜的符文給火仙 不是 給那個 火仙人物封神祕 還是封海王 封海王 封海王技術很快 我覺得封海王可以耶 我們給封海王喔 好 我們給封海王 這樣就是到時候我就多了一個選擇 只是沒有速度 這樣的話就沒有速度隊長啦 多一個武器可以用 如果對面要拼速度的話 我就把火仙人拿下來 然後換封海王 封海王在改版之後 其實也變成蠻強勢的 但是還是不如封擊地啦 畢竟封擊地是直接無視消狀態 唉唷 又是這種一波 喔 這個嘛 我覺得 不然我出那次那次那次叫什麼 那個 怎麼找不到 唉唷 唉唷 對這個水爹 我給個 我兩隻速度隊長跟他拼一下喔 那這樣的話我就ban掉 我ban掉他的速度隊長好了 就是 我ban掉他的33速隊長 這樣子應該不會輸吧 為什麼他ban我火仙阿 如果我是他的話 我會選擇ban 水爹或封擊地其中一隻 我不會ban水仙耶 火仙講錯 好啦 我速度贏了 速度贏了基本上這隊就贏一半了 那提條 提速 退條 破防 再來這個 3技下去 收掉一直打手 剩下火爹 再轟下去 火爹現在是不是只在普攻 唉唷 對 欸欸欸爆走 好啦可以給你收一隻吧 給他收了一隻 沒關係 然後我們風暴女去收掉這個 光金石 好結束 這個組合 這樣子玩的話 其實就不用破防角喔 不是 就不用那個破防的角色 因為 因為我現在 恩 應該說 我這個組合一定會有破防的技能出現 風暴女的3技可以有破防 然後 水夫人的3技也有破防 所以基本上破防是一定上得到的 然後加上 風暴女又自在 那個 退條跟 加速 這不用講 水夫人一定上 欸這個組合要不要上火 要不要上那個 水猴阿 我想一下喔 看一下他後面兩隻選什麼 我在決定要上誰 他現在選了風馬 那如果選了風馬我可能就不會上水猴了 喔 三隻風屬性 那不能用風馬 應該是用火屬性的 我們用 嗯 好啦不然就繼續用 火神秘 欸火海王不錯 我覺得火神秘好了好不好 火神秘 畢竟對面都是火屬性的喔 對面都是火跟風的 都會怕 火屬性是有效 可以有效克制的屬性 來 然後 BAN掉 風屬性還是風馬 嗯 風馬好了 因為風馬被 其他角色被打的話 他會自己拉條 減少一點不確定因素 風屬性的話 看可不可以 等下可不可以直接收掉 來 欸 我需要放3技嗎 不用 不用吧 欸不對不對不對 等一下為什麼 欸等一下 為什麼我的火仙人又跑得比風暴女還要慢呢 欸 哇等一下 失算 我失算 為什麼 欸 我速度沒配好嗎 為什麼速度可以一直沒配好啊 哇 等一下 很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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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算超微的喔 欸來 解掉 還好我剛剛有call一下這招 然後 收誰 收這個 欸沒收掉 再一次 呃 欸 哇哇等一下 有點貪了 他會打誰 哇 來 欸有有有收掉了 然後 然後 我們先收 火 火人嗎 還是火 火龍騎 等一下我現在有點選擇障礙了 而且 現在火龍騎的血很少 他隨便打一下血就會超過三分之一 超級危險喔 呃 我覺得 我覺得這局有點危險欸 我好像輸了 他火人還是反擊 啊 我要撐到我的水夫人 睡一下睡一下 哎呀 我要撐到我的水夫人有技能喔 我試他我一定會 我就先集中打我的水夫人了 可以收掉嗎 啊 啊 欸收掉了收掉了 再來 可以嗎 呃 啊 3技還沒好 火火仙人沒吃技能啊 哎呀呀 呃 呃 呃 一定先打這個 風 風速琴喔 啊 撐住撐住 啊不 等一下 啊 啊 受得掉嗎 我覺得受不掉欸 地下坡房拜託 喔不對地下坡房也沒有用 因為會 會把他的那個拉起來 啊 輸了輸了 啊輸了 啊 為什麼火仙人跑得 我剛才不是 換過符文了嗎 是不是為什麼 哎呀 一開始不該貪那個 貪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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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地的3技的喔 啊我們打完了喔 什麼 欸 銀3喔 怎麼那麼前面啊 唉 我看一下 為什麼 為什麼 火仙人跑得比較 比較 慢啊 好啦 我之後再稍微的 重新配一下火仙人的符文喔 讓這個組合出手順序 比較正確 對 然後 看一下 火仙人的速度 到底有多少啊 欸 感覺沒問題啊 我覺得 放給 算了 之後再來配符文好了 好啦好啦 那 就這樣啦 各位掰掰 拜拜